王思嘉的假包事件 即使他出來拍片 所以要馬包代購 弄他祖宗十八代 似乎還是滅不了大家的火 現在更傳出不只愛瑪斯是假的 可能連香奈爾系列都不是真品 這話題延燒到連中國網友都很熱衷 王思嘉假包甚至沖上了微博熱搜 有人說希望他整個衣櫃 都讓貨車再去驗一驗吧 而王思嘉拍的反駁影片下方 出現愛瑪斯前員工來留言 他一開頭就說 自己是愛瑪斯的前員工 而且是負責售後服務的 他指出要百分之百確定是不是真品 只要把包包帶去專櫃 告訴他想要清潔或是維修 而愛瑪斯不會要看購買收據 但會要求填一張表格 其中最重要的條款 是愛瑪斯工匠提供任何服務之前 會先檢查物品或包包的真偽 如果是真品 他們才會進行下一個動作 但如果商品不是真的 他們會通知客戶 然後法國售後部門會直接銷毀物品 並發送一張紙本信函 解釋包包為何不是真品 該網友還狠狠打臉王施加說 把包包給所謂奢侈品真偽 專家煙貨是沒用的 因為他們不可能比愛瑪斯工匠還專業 此片留言得到一千多個讚 吃瓜群眾也在下面看熱鬧回覆 專業的出來說話了 哇好專業喔 可是如果是假的被銷毀 他要怎麼圓這個故事 大家都等著看呢